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陝西省韓城市的一批農民工 因被承包當地綠化項目的 浙江人文原理有限公司拖欠工資 8月28號開始 連續三天在陝西省政府上訪 但進訪接待人員卻要他們回韓城解決 討薪工人認為接待人員是在推諉敷衍 堅持要求省政府解決 四川民主人士黃曉敏因長期參與維權活動 接受外媒採訪 並在網上發表有關民主維權的文章 2017年5月被警方秘密抓捕 之後被以尋釁滋事罪刑拘 今年9月1號 有消息說 他在7月份已經被判刑兩年6個月 因豬肉供應短缺 中共近日開放禁養令 但此前因中共禁養令被逼關停養殖廠 導致傾家蕩產的廣東省英德市養豬專業戶朱艾蒂 目前卻仍然在北京上訪 並因政府打壓而流落街頭 北京維權人士推特網友全世新 因在網上發表支持香港民眾反送中抗議的言論 7月25號遭刑事拘留 8月31號又被正式逮捕 罪名是尋釁滋事